剛剛是要輸入一個 或者像拉清單也是一樣 你輸入完之後有沒有 要按一個查詢 它才會變更 所以會有點是好像 多了一個動作 不過其實好像也 不會差太多啦 可是就是多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不要按那個按鈕 它只要怎麼樣 當這個物件 哪個物件呢 工作表物件 那這個工作表物件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你肯定要注意一下 在我們的VBA專案裡面 它會對應一個工作表的物件 這個物件你把它打開 點兩下 特別注意喔 點兩下 它旁邊一樣會有個空白 讓你寫程式的地方 那它這個觸發 它的事件 一定是這個工作 這個Walksheet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表 指的就是VBA這個工作表 後面的地方 就是它的一個事件 那所謂事件就是說呢 預設的事件是Selection Change 是選取區改變 但是我們不是要選舉去改變 我們是要怎麼樣 只要有改變的話 OK所以請你改成Change 有沒有 把這底下這個刪掉 那你會發現呢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邏輯是一定是這個工作表 Change 之後呢 去執行一個Sub的程序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物件 事件 執行什麼事情 那你想說 那老師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它變更了哪一個呢 它會透過Target的這個叫做引述物件 引述物件告訴你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判斷一下 如果 什麼呢 改變的那一個 改變那個的位置 點 Target裡面有個 Target實際上就是一個引述的範圍物件 所以它的屬性跟方法 都跟Range一模一樣 它其中有一個屬性 叫做Address Address是指的是它改變的那個儲存格 所以它會等於什麼呢 它會用一個字串的方式告訴你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H3的話 我們要變更那個 這個是H3 所以你就告訴它H3 那記得用的是絕對的喔 因為它這個地方 Address後面帶的一定要是絕對的位置 所以前面一定要加前的符號 Then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d一符 所以其實這邊程式 只有三行而已 那但是你一定要先找到什麼呢 這個工作表物件 當它Change的時候 執行什麼程序 然後如果H3的話做什麼呢 Call 因為我剛剛有寫一個什麼 模組裡面有一個查詢對不對 那你就用什麼 不用重寫 Call的話意思就是說 呼叫那個查詢的程序就好了 程序寫好了 就這樣而已 應該可以看懂吧 OK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 當它Change的時候 去呼叫 所以這邊設中斷點看看好了 OK 把這邊Change一下 先改別的地方好了 先改那個這邊好了 這邊改一個1好了 Enter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它不會觸發 它不會觸發 剛剛的這個程序 設在這裡 這個中斷點停在這裡 好了 這邊輸入1 那你會發現 Targeting address 有沒有 K6 K6 是不是H3 不是對不對 所以它會這樣 跳過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如果說我今天改這邊 001改002 Enter 它有沒有Change 它Change 它Change 那Change 裡面東西是不是 H3 呢 4 兩邊是Match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進到裡面的這個Call 查詢有沒有 所以它跳到查詢這個程序 然後做什麼呢 做把資料帶過來的動作 所以它這個地方002 一樣去查 是不是002 是 那就全部幫我把它跑完 所以你會發現 執行底下就動了 所以有沒有003 Enter 003就過來了 OK 基本上的話 大概的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不需要背 主要是了解什麼 哪個物件 就是你現在的工作表物件 當這個固件Change的時候 判斷一下是不是H3 如果是 才去把資料帶過來 OK 但是這邊有一個漏洞 什麼漏洞 就是說 如果這裡面Delete掉的話 它應該要怎麼樣 把底下的東西順便Delete掉 所以這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一副 那個假設它是H3 但是H3裡面假設是空的 那你要把其他的也把它刪掉 欸 這邏輯怎麼下呢 那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地方 這個可能就是H3對不對 那它可以在這邊怎麼樣 再 再加一個邏輯 OK 想想看 反正這個程式的話應該不難寫 把其他給刪掉 OK 那另外還有個同學 就後來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好的 他說老師工作裡面 這一列先刪掉 他說他的工作裡面 常常遇到就是 我們把這個 Delete掉的話 他希望整列一起把它刪掉 因為常常怎麼樣 我很 我希望Delete他就整列幫我刪掉 有沒有辦法 把 游標放在某一個儲存格 Delete掉 他就整列 幫我把整列刪掉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地方 因為剛好我同學還蠻認真的 他又希望把 用VBA寫個進銷存系統 但是他插這個功能 他希望這個這樣很方便 那怎麼做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所以兩個問題 一個是如果這個 這個這個空白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把其他也把它 變成空白 來試一下